这种慈悲的效果 我觉得生命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多认识一个人 而且跟他交心认识他 我们现在楼上楼下不认识 看了十年的邻居也不打招呼 痛苦啊 知道吗 所以各位 等一下出去旁边不认识的 赶快抱一下 交交换换名片 多年息多年息啊 你会觉得 哎呦好快乐 所以人就是这样 哎呀就一辈子就认识这几个人 这样而已 这样不够 各位有时候学学老外 看到哈喽哈喽 默默的给他回响 默默的 像我这个人比较腼腆的 不好意思一点 但是我每次坐飞机 我每一个都帮他回响 回响回响 回响 每一个人结个善缘 哎呀 真希望我哪一天能够突破自己 哈喽哈喽 我最欣赏既功和尚 谁有他都没关系啊 我这个人我不好意思 人家多看我两眼我就完蛋了 啊 所以我那个不好的个性 啊 要是那种达到无我的人 他就不会怎么样 啊 所以各位要超越自己 所以我现在对畜生很好 对鬼很好 对人还是有点啪啪的 啊 所以要慢慢的练习 哈 所以我们要开始学习 慈悲的笑容 哈 我念得很快 因为这个很简单 不过 佛教没有生根前 只要我们愿意一些实践 那我也希望各位学我这样 各位最好每天至少拿出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啊 看看经书 或是呢 听听佛法 然后把里面你觉得很相应的那句话 把它抄下来 然后抄下来 天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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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看久了以后 就变成自己讲的 好像忘了是别人的 哈 变成你的 告诉你家里的人 因为我爸爸从小就这样 我爸爸整天没事干的 就管着我们这几个小孩子 然后他看报纸啊 从头看到我就写重点 我知道下课回去完蛋了 爸爸抄一堆啊 啊 我们就要看了 哈 什么股票的 什么都要看了 因为爸爸就会写 啊 这个现在想起来 爸爸就是希望我们好 我爸爸三十几岁就不上班了 整天就管了我们这几个 啊 怎么会觉得好倒霉啊 怎么是老爸整天没事干的 啊 啊 我们家像军队一样可怜了 啊 因为随时盯着了 没有一份的 哎呀 九十九分也不行 要一百分 人家放暑假可以睡晚一点 我们四点叫morning call 明天学剑道 后天游泳 大后天爬山 天天超兵 这样 啊 现在想起来 哎呀 发怨生生世世 生在这样子的家庭里面 啊 随时被盯着 随时就是爸爸妈妈 成天就是盯着你们 啊 这样以后自己 自己会控制得很好 身口一位移 一条线 一个放在哪里 清清楚楚的 啊 所以这个呀 有那个福报 有那个福报 啊 所以爸爸每天都写了很多很多 啊 那所以我也写了这个好习惯 我也很喜欢写 第一句话 心如磁铁一般 有美丽的心与思想的人 将会吸引同样的人事物来到你的身边 记住啊 所以 心生则种种法生 心清净则众生清定 心清净则净土清净 啊 随时你也保持 随时要保持 欧妈尼白美红的心 保持观音的心 旁边都是观音菩萨 啊 都是好的来 所以好的思想可以改变世界啊 啊 所以各位 这个世间什么都假的 你的念头是真的 啊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最重要是保持正念正知 空性跟大悲心 啊 不要被境界所转了 不管别人怎么骂你 不生气就不生气 啊 赶快我忙你白美红 赶快齐情上司 啊 你救我啊 啊 所以身上最好挂着你师父的相片啊 啊 挂着挂着挂着 看师父啊 啊 不会忘了 啊 你心里就随时被他加持 啊 那你就不会离开了 啊 所以第二 要寻找快乐 我们必须找到对方 是自己的心 不要从别人的心找快乐 哎 你对我好一点啊 陪我吃饭啊 那你永远是个乞丐哦 啊 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就是静动 在内心里面有爱 没有恨 啊 那才有快乐 净化的心 第三 所以纯洁的思想 可使最微小的行动高贵起来 哎 怀着大悲心 哦 不不 快乐了 啊 整个垃圾都快乐了 用个眼睛看着别人念个咒语都快乐了 少个地都快乐了 所以我常讲啊 用大爱做小事 很简单 修行不见得说你要跑到哪里 你现在在卖面 你在做总经理 你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那都可以 但是怀着一个高贵的慈悲心 去做那件事情就好了 你会觉得很快乐 啊 不要跟人家比大比小 啊 你今天你躲在后面 拜佛 你很虔诚在拜佛 哦 你把佛当作真的在那边 恭敬佛 那你最快乐了 啊 所以怀着高贵的思想 为众生而拜佛 为众生而研究经典 啊 第四 思想引导语言 语言创造行动 行动变成习惯 习惯变成个性 个性变成命运 这个叫缘起法 这个叫缘起法 所以心念控制一切 我们的心念一定要清清楚楚 不要无明 什么叫无明呢 就是不了解 事实真相 叫无明 事实真相是永恒存在的 不是佛陀创造的 只是我们没有去分析 各位记住 什么叫学佛 学佛就是有一个智慧的观察 今天人家拿给你一个汉堡 哦 汉堡好吃 这是凡夫的观察 那菩萨的观察 汉堡 汉堡里面有牛肉 牛肉是一只牛被杀 你就看到了里面去的 牛 牛也可以称佛 你一直想得很远 分析下去了 所以我不吃 凡夫呢 结婚很好 拉着手 你再分析下去 这可以拉多久啊 这个爱是真的还假的 你一直分析下去的时候 算了 放手吧 但是如果你不分析 你就会拉着这个手 拉一辈子 所以各位呢 佛教所讲的 信仰要有智慧 释迦牟尼佛 只是叫我们看清楚 看清楚 这个世界有一个永恒 不变 单独存在的我吗 请问各位现场的人 不会死的请举手 不可能 再过三十年 这边死一半 看下是难骨塔了 还是癌症了 这是自然的 你想清楚以后 那我现在在忙什么 如果你现在每天早上 五点起来跑步 不用跑了 拜佛比较快了 跑步不会解脱的了 拜佛可以解脱 你会眼光的看眼 所以有一个正确的思想 产生了语言 而且各位思想 住身都是母亲 怎么可以骂妈妈呢 每一个众神都是我要感恩的对象 而你有一个正确的思想以后 语言就改变了 楼软语 关怀的行动就会出来 第五 要让心中美好的特质 来帮助自己 要时常呼唤心中的佛陀 念甘玛巴尘 念观世音菩萨 就是把心中的佛给展现出来 把最美的心 各位听我这样讲 我在幻想 希望各位 录录广东话 处处昔低 最好我们老菩萨录一录 普度众生 我们法师大家录一录 我写这个够简单了吧 录一录到处推 你说我没人认识谁听 不要管这么多 这里面有佛菩萨的加持 要用悲心 念 人家听了就好快乐 也不知道怎么样 就很喜欢听 那就对了 为什么 因为你是用悲心 这里面绝对没有杂染 没有我慢 那你的声音 对方就好喜欢接受 所以各位这很简单 用心煮的菜 怎么煮都好吃 因为你这里面有用心 如果里面有一个角适 有一个自卑 一个傲慢 就给人一个压力 很大的痛苦 所以有时候我在路上 看到小姐穿得很漂亮 压力好大 为什么 我不是说她不漂亮 而是说 因为她怕人家说她不漂亮 所以她就给人很大的压力 所以她这个漂亮的后面 有一个畏惧感 怕自己被看不起 怕自己的缺点曝露出来 我是同情她这个 不是不欣赏她不漂亮 所以各位 这个心态很重要 我们要给人家一个自然 空性 无畏惧的 很自知然然的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不要活在别人的 比较的眼光里面 会很痛苦 我看到这个老板 开很大的车 但是我看到很痛苦 为什么 她就是很爱面子 她就很喜欢控制别人 那她就很痛苦 给人家很大很大的压力 所以各位呢 那这样就是代表你的空虚 所以真正的快乐 是从你内心去求 不要从外面的世界 从别人的眼光 那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你要相信你自己内心的佛性 最美好的那一面 用这样去做事情 所以有一位男居士 听我讲完以后 假发拿掉 我说你解脱了 不用再戴假发了 不用再穿高跟鞋了 不用再戴隐形眼镜了 做好了 解脱了 但是呢 我们都怕 怕别人认为我哪里不好 谁管你的 但是我们都以为 全世界都在看我 你爱人家看 又怕人家看你缺点 那不是给人家压力吗 所以我们学佛了 我们要告诉别人 自自然然的爱 才是最美的 你这个去引导别人 别人就会跟你一样 每个人都一样 所以我每次到我们道场 所谓道场 我进去我就坐坐 感受一下 这里面道场大大小小 有钱没钱没关系 这里面很自在 没有什么压力 感情啊 金钱 这个就是道场快乐 回到妈妈的家 有些道场盖得很漂亮 压力很大 吃饭都会撑肚子 不能消化 哎呀 这里面就是 这个好像讲一错 讲错一句话 就要被赶出去了 你给人家压力 不对 所以为什么到佛菩萨的家 却没有压力 没有分别对待 没有这种高低的差别 所以希望各位 我们也不要给人家 一种高低的差别 我很高贵哦 那一个一个来比 看谁高贵哦 那这个社会就 一痛苦 所以越高贵的社会 精神病也多 所以各位以后 我们大家都穿个短裤出来 就好 好不好啊 穿个凸鞋 所以我很喜欢去监狱 监狱你看 李个光头 没戴手表 穿个短裤 坐在那边 然后监狱你也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 你反正搭来听听笑话 讲一讲 佛话讲一讲 快快乐乐 多好啊 特别我到女子监狱 我们台湾女子监狱 一关个五千个人啊 平均年龄二十三岁啊 为什么 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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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里面一进去 大家的脸个短短头发 不化妆 个个都美了 里面吃的白白胖胖了 这样 一出来以后又苦了 到外面又是男人啊 钱啊 药啊 他又完蛋了 所以我说 你们最好关在里面 不要出去 外面污染了 里面快乐的 看来 脱离男人的掌控 在里面都快乐了 我们到极乐世界 就是这个思想 这个世间污染得很 我要到那边 乖乖去了 随后你要随时 让你的内心 在这样子的 无分别的状态里面 忘了你是董事长 做董事长的工作 就好了嘛 忘了你是美丽的人 但是去帮助别人美丽嘛 如果你是一直凸显自己的美丽 有没有看到我很美啊 你好苦呢 所以不需要这么做 别人说你唱歌好好听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尽量唱就好听啊 但是如果你要是很假装 我一定要唱的好听 一定不好听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强烈的 我的时候 就会给人家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呢 让心中美好的特质 来帮助自己 就恢复自己 单纯放下的那一面 就像我们跟妈妈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牵着妈妈的手 跟她撒奶撒奶 哎呀 依偎在妈妈的 什么话都忘了 像我看到我妈妈 我说妈 我回来了 就这样 不知道讲什么 妈妈就不用讲什么了 所以我每天 我出国一定要打电话 给我妈妈 我回国一定要打电话 给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的习惯 她只要听到 哦 要出去了 哦 这样就好了 什么都不用讲 就OK了 因为妈妈就这样 她就告诉人 不用搅事 妈妈只是关心 我也让她放心 这样固然 就是如此 所以各位 家就是这个意思 无分别 只有爱 不执着 只有爱 你要保持这样的心 你走到哪里 谁都欢迎 谁都高兴 你跟你在一起 特别要做一个菩萨的人 你要引导众生 你要有这个特质 强烈的吸引力 像磁铁一样 去吸引了对方 这一点我师父 天天跟我交代 因为我师父说 海涛啊 你也跑学校 跑监狱 你进去人家 也讨厌啊 你就不用跑了 你口才再好 没用 因为里面不是讲你的口才 讲什么佛法 而是讲一个人格影响力 一个气质 这不是用嘴巴讲 你有一个气质 一上台 这些同学们 这些受性人 他就喜欢跟你聊聊天 没有压力 那你给他讲两句话 他就接受 他不会怕你骗他了 自自然然的 哦 原来佛陀是有这种力量 我们要学习佛土这种 无分别的自在 所以这样 我们进道场 就是如此 不要化妆 有钱没钱都没关系 来就好 拜拜佛 大家谈谈谈谈佛法 都快乐了 那希望这个世界 也变成这样子的 无分别的快乐的世界 但是你要世界快乐 从你的心的世界先做起 你的心快乐了 家庭就快乐了 世界就跟着变了 很简单 所以第六 不要让心成为自己的敌人 如果你很嫉妒 如果你很不高兴 如果你很傲慢 你就 你的心就害你自己了 所以我们现在 大不能成为心的奴隶 再来就成为心 又成为你的敌人 因为你的起了分别心 就会有爱恨 就会造业 伤了自己 所以我们的心的本体 是佛性 跟阿弥陀佛一样 念佛念佛 念出心中的弥陀 恢复到心里最好的那一面 第七 而且恨不能只恨 唯有爱能够只恨 各位这是真理 佛陀说 你要大富大贵吗 多不死 舍出去就对了 不是一直钻进来 你要快乐吗 多慈悲 慈悲是消灭恨最好的方法 所以各位 今天也是个不错的日子 从今天开始 不恨 好不好 倒你在也不要恨 抛弃你也不要恨 这是你的决定 那你就解脱自在 你不是说你不要伤害我 那你永远被伤害 我决定不恨别人 哪怕你骂我 骗我 感情什么 我都没关系 那你解脱了吗 是你自己的决定 而且我决定用爱 来关心对方 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怕自己做不到 所以我念 我念大悲咒 这个咒就是保护我的心 在我的决定 就是这样 所以我出家的时候 跪在地上 发愿 我发誓啊 这一辈子不再谈恋爱 谈恋爱就下地狱 拜拜 拜到有瑞相 这下课好了 不会再谈恋爱了 我这辈子什么都不怕 就怕谈恋爱 我生命什么都好 就是一谈到感情就完蛋了 但是我有丰富的感情 那怎么办呢 我要把这丰富的感情 爱狗 爱猫 爱小孩 爱鬼 现在爱不完了 用不完了 所以各位 你要发挥你的爱 如果你不发挥你的爱 就一火燃生 你会烧死 所以佛陀说 很简单 大慈大悲 就是体正空性的方法 消灭我质 贪嗔痴 最好的方法 你去爱爱看 爱众生 那么 就做 不要有恨 做个决定 第八 有道德的人 使众人快乐 简单来讲 能够使众人快乐 才是有道德 你不能说 在家里自己研究佛经 但是明明大家都在受苦 你都不理的 那你就不是菩萨 无道德 只使自己快乐 你只使自己快乐 别人不会因为你而快乐 所以各位 从今天开始 你家里就是道场 你就是阿弥陀佛 派到你家里来的使者 你就负责给他们这些先生 太太 儿子 爸爸 妈妈快乐 这是你的责任 你打麻将 我也给你快乐 祝你发财 你不要再念了 你骑某车 快快快 骑出去 你不要那么担心 一直念一直念 这个世界 至少把家 成为一个每个人 都想要回来的地方 先接受它 再来感化它 不要用谴责 侮辱 不原谅对方的方法 每次一吵架 就把十年前的事情 又拿出来这样 那对方恨你 一恨你 你恨我 你恨我 你讲十年 我讲你十五年前 我们看谁要厉害 所以各位呢 你要记住 这个把它忘掉了 忘掉了 记忆对方的好 所以 只使别人快乐 我离婚几年了 十四年了 我不是因为离婚了 离婚了 我是因为出家了 离婚 但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 如果我过去 那个太太看到我讨厌 那我没救了 我一定要让她 越看越喜欢 代表我修行成功了 我太太喜欢 现在还忘不了我 那我儿子还依然尊敬我 我不是执着啊 我是希望我做得好一点 我做得好一点 他们呢 还对佛教有一点点的 信仰 这很重要 如果我出家 令他们讨厌 那我还谈下去嘛 所以我要让我的爸爸妈妈 越觉得 生这个儿子 还有一点好处 曾经嫁给他 想一想 还不错 要这样子 所以不能认识一个人 断一条线 你死了啊 各位要记住啊 认识一个 就结一个缘 钱清清楚楚 该给人家 给给人家 什么东西呢 认识一个 就结一个好缘 认识一个 结一个好缘 所以你要看 一个人会不会做 人家 看他走到哪里 是不是 大家都是好朋友 因为你要给别人快乐 不要给别人压力 我认识一个好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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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 孝顺 人世间最美丽的情景 是出现在当我们怀念父母的时候 所以我们佛教在修一个 所谓世俗的菩提心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念母恩这个情景 我们敢念的母亲的恩 而且都要经常眼睛闭起来 想着妈妈对我们的好 想着掉眼泪 哎呀妈妈对我们真好 我们实在不忍心 让妈妈妈有一点点的担心我们 然后我们敢念了母亲的恩的时候 才想到 原来无量无边的众生 都做过我们的妈妈 我怎么可以让任何一个妈妈 一点点的伤心 一点点的痛苦呢 所以一定要念这个恩 所以各位来 我们来念念爸爸妈妈好不好 来给我念 Nammo Minito Doboy Doboy Soha 这个叫报父母亲恩咒 当你在念这个咒的时候 你很容易念爸爸妈妈 然后你眼睛闭起来 这边看到爸爸 这边看到妈妈 看到他们好快乐啊 看到他们祝福你 看到他们往生了 在极乐世界 活得人快快乐了 然后念了 Nammo Mimito Doboy Soha 一直对他们感恩 希望他们 离苦得乐 好来 南無明度 Toboe Soha 各位如果将来有机会 抄起来 每天念个四十九遍 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 我们对他的好 那时候你内心很柔软 很柔软 然后就想着无量的爸爸妈妈 无量的爸爸妈妈 我们要如何对他好 他对我们的恩 这个世间的恩 太阳光大 但是父母恩更大了 所以我们感念的妈妈爸爸的恩 怎么报恩呢 我们一定要让他快快乐乐的 没事要学老来子一样 讲讲笑话给他们听 我们一定要让他就近离苦 所以让爸爸妈妈离苦得乐 我一定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然后那你就会发起了一个世俗的普遍心 那有这样子的世俗的普遍心 各位要多修 自他交换 愿一切爸爸妈妈的痛苦的灾难 我来承受 愿我所修的一切功德 回向给我的爸爸妈妈 自他交换 各位要经常练习 不要光背 眼睛闭起来练习 快乐 各位住在楼上 这么高 香港 每一个人走来走去 都是爸爸妈妈 我今天所做的功德 回向给他们 他们身上的癌症病苦 通通我来好了 我所做的功德 通通要给他们 你要经常 经常这样子去想 观想 观想以后 产生一个实际的行动 做多少 算多少 像人家问我说 海涛法师 你得每天放生 你怎么不去盖老人院 哎呀 你讲到我的心坎来了 我还真想盖老人院 现在没福报 先就医比较快 等到将来有福报了 我就盖老人院 像我绝光长老 哎呀 盖这么多老人院 绝光长老 我刚拜他做法 和尚 他说 哎 台湾也搞一个 我到现在还没搞起来 今天还问我什么时候做 我说师父 没办法 我合作合作 可以了 找别人合作合作了 我实在是做不起来 那也有很大很大的福报 他说 先从出家老人开始 好了 是是是出家出家出家 好吧好吧 什么时候跟我讲 是是是是 还没有了 还没有 那个要很大的福报 要盖一个出家 生起安养的月 那那就不容易了 所以怎么办 先修小福报 小福报做久就大福报 慢慢累积功德了 所以 第十 以父母之心为心 不使担忧 才是为止笑道 谁是让爸爸妈妈快乐 众生就是爸爸妈妈 第十一 生日是母亲节 我们的生日是纪念妈妈 最重要的日子 第十二 笑首重在顺 很重要 我们讲笑笑笑 很少顺 顺就是 哎呀 很顺众生 爸爸妈妈说一就一 说二就二 先不要点他压力 他说什么都好 所以尽量这样 要体贴父母亲的心 身色柔顺 切不可不耐烦 切不可嫌烦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些 因为我们要学菩萨道的人 要把众生当作爸爸妈妈 你必须从自己的爸爸妈妈 做开始 那你要观想 我们像身色柔顺的 孝顺的爸爸妈妈 很习惯了 然后呢 慢慢的就是 你会懂得孝顺更多更多的人 所以我有 我如果有些见我爸爸 我爸爸就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念 念两个钟头 那里面都没佛法 但是我一直听一直听 我妈哪一天就拍拍 你好厉害 一两两点钟你都没办法 我跟我妈说 我现在在修行 爸爸念了加持 加持 因为你老板来两两分钟我就走 没关系 你两个没大道点 我叫你们两个不要住在一起 我没关系 因为他不耐烦 所以我爸爸现在住罗东 我妈妈住台中 两个不要见面了 快乐了 胡我一个一个打个电话 不错了 但是在一起就吵架 吵架 而且夫妻关系正常也 但是我要学习柔软 他念我就听 那这样以后 别人跟我讲话 我就可以听 我对别人也开始要学习 这种身受柔顺 对每一个人 对爸爸妈妈如此 对众神更要如此 爱护那只小狗 爱护那只受伤的小鸟 到哪里 就尽量的这样做 第十三 容易生病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父母思长生忧虑 或是对情没有礼貌 各位最好把父母思长换作众生 你让众生烦恼你 你对众生没有理 病更大 所以我们要随时让长辈快快乐乐的 那这样身体不容易生病 病很容易好 感冒 以前要三天 现在三个钟头 为什么 因为你开始这样修行了 那什么腰酸背痛偏头痛 一下就好了 各位试试看 你要真的去试试看以后 得到体症 一辈子不会退转 佛教最主要是那个感应 这个感应不是什么大神通 而是你去做了某一个慈悲 或是柔软的 自己觉得很舒服 很快乐 身体也改变了 各位要有那个绝授 我们修行打坐要有一个绝授 念佛要有绝授 持座要有一个体验 如果你有一个体验 一辈子不会变 我记得有一次 我去印度 然后那次感冒巴在感冒咳嗽 感冒发烧咳嗽 他都跟我拿药 因为我都是最好的日本药 他拿我药 我很高兴 但是师父生病了 苦爱 我在下面 念他在上面 哭哭哭 我就观想 算了 他的病给我好了 我早一点死报再来好了 他可以活长一点 他再来认证我就好了 就我这样一观想 我身体发烫发烫啊 晚上还睡不着觉 精神好都不得了啊 什么病都好 奇怪 我要领受他的病 就我病好了 哎 我就感觉 原来不要怕 怕就生病 别人得癌症 他的癌症给我 我才不要 那你自己也得癌症 别人得癌症 我观想 他的癌症给我 哎 你把你自己癌症给消除了 这个就是佛法 这个 这个 跟世俗法 高反的地方 不是你用世间的观念 可以去套着 佛教很特别的啦 伤害你的人 我就特别对你好 哎 他就对你好 就不害你 你想要防他 害他 就故意他 又找你麻烦 所以各位 佛一直要我们 承担众生的苦 你要敢 一下子你 什么业症都没有了 因为你承担众生的苦 就是发普利心嘛 发普利心 什么恶意也通通通给禁止掉 你不要想 不行 一单下去还得了 那所以各位 要敢得去承受众生的苦 所以使父母忧虑 就会生病 第十四 此事常说谢谢 这个祷告词就够了 这谁说的 德利耶撒修 他叫我们说 感恩感恩感恩 对谁都感恩 对国家 对社会 对政府 不要抱怨 谢谢 谢谢空气 谢谢土地 谢谢卖房子了 谢谢开车子了 我这两天在香港绕来绕去 我这香港也是个奇迹 这么小的地方 都是房子都是路 做得还很好的 这也是个奇迹 哦这个也是个进步 房子盖那么高 都不怕倒 这个也是个很大的技术 连那个斜坡也可以盖那么高 这个就是一种进步 那这样创造了多好的住宿的环境 多么有持续 看来哦这是个奇迹 这个要学啊 非常感谢 让我们增加了很多的知识 所以第十五 一睡起来 为自己 为朋友 为整个世界 对整个宇宙 说声谢谢 哦今天醒过来了 我又火一天了 感谢阳光 感谢空气 感谢床铺 感谢一切一切 早上人家送了一个牛奶给你 感谢啊 你的太太端了一个豆浆给你 阿弥陀佛太太 谢谢你 哇她高兴死了 服侍你二十年 要不要讲一声谢谢啊 我开悟了 我学佛了嘛 哎呀谢谢谢谢 各位这要基本要做啊 所以 为整个世界 谢谢 谢谢宇宙 给我家人 给我世界 给我一切 每天早上睡醒 这叫加持 精神就好 啊 精神就好 精神也好 再念念佛啊 做些事情来顺利了 别人看到你的快乐了 啊 所以第十六 如果说人生是花的话 那么爱跟慈悲 就是花蜜 所以各位 有没有分泌出花蜜出来啊 啊 不要银行弄一大堆钱 那不叫花蜜 那叫业障 啊 你要把那个钱啊 帮助 需要帮助的 弘扬真理哦 那就花蜜就有了 产生了爱跟慈悲 我们会年纪会大的 但是我们给那个印象啊 哎呀 那个老人好慈悲啊 够了够了 那 所以第十七 要善用爱的眼神 以温柔的动作 来传达你内心的慈悲 开始 爱的眼神 不用看我 看你隔壁那个不认识我后面的 然后温柔的动作来 伸手出去 握握手 快啊 来看我 你看做得不太很自然哦 好 OK了 中国人不太容易了 不好意思 我怎么说 我不认识 所以各位你要开始练习 善用一个关怀爱的眼神 一个温柔的动作 从今天开始 住在香港 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天天坐电梯 我们的电梯需要加持加持啊 一进电梯 嗨 各位好 大家看你是谁 我住十五楼的啊 请问你住几楼啊 从你开始 开始握手 这样 以后人家都等你进来了 不然在那边多讲 坐好久 大家都不讲话 等那个十五楼来跟我们破讲几 嗨 你好 开始握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位你要打破讲几啊 不要客气啊 所以 这个叫修行 修行 不要看到佛一直笑 看到人都不笑 看到佛 你看共啊 跪啊 拜啊 看到人更要认真 看到众生更要如此 第十八 史怀哲医生说的 唯有知道奉献的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 所以各位赶快奉献吧 赶快快乐 第十九 对抗你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我执跟我爱 执着有一个我的真实存在 所以很自私的一直装饰自己 一直凸显自己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所以在最对抗我执的战争里面 再没有比慈悲更好的盟友了 所以各位开始去实践慈悲 我执就消灭掉了 第二十 用爱跟慈悲可以得到全世界 用恨用抱怨你会失去全世界 你老公为什么要跟你离婚你知道吗 你天天谁谁的 天天抱怨 烦啊 跟你讲话多没味道 所以各位呢 要用爱 内心有春天啊 带给别人阳光啊 用恨 你自己得爱症吧 下地狱去了 所以第二十一 有烦恼一定没有慈悲 有烦恼的慈悲不是究竟的慈悲 是有污染的慈悲 所以各位要形成般若波罗蜜多士 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空性 这个时候慈悲很自然的 所以没有烦恼的慈悲 就没有污染的慈悲 所以二十二 我们有能力去爱 欣赏跟感激别人 这是一种福气 所以各位呢 哎呀 赶快写信给你的朋友 找尽任何借口写信给他 谢谢你 感恩你 如何如何 所以我现在 我最欠秘书了 我现在想 我每次到很多寺庙参访 我回来啊 真想给他谢谢 那哪有时间打 我天天都在忙啊 哎呀 我要找几个人帮我打电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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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我讲多两句好啊 这个是个基本的礼貌啊 现在我每次出去 人家都送我礼物 我从来没送人家礼物啊 因为我哪有时间 我连要 我天天都在搬家 天天都在出国的 好 那人家送我一大堆 不知道放到哪里 好 然后到人家 哎呀 不知道要送什么 没事 哎呀 又没带纪念品来 好 因为没有秘书了 可怜啊 好 所以各位男众 赶快来做我秘书哦 你是佛哦 功德无量哦 细心 女人很细心 我知道 但是女人 不能做我秘书了 麻烦就来这边 但是男众 哎呀 个个比我还出心啊 我做你秘书好了 我跟我那些徒弟 我就是你的秘书 所以各位 男人要学女人 女人要做男人 学习 随时关心别人 这个社会都是如此 大家要相礼貌相礼 像学日本人这样 深层的送礼物啊 这样 所以我经常有一段时间 我到日本 我都会到日本学习 到日本学习 学习人家的特点 到韩国学习 到美国学习 所以各位呢 有钱都出国 都出国 就到那个地方 就跟他们生活生活 多生活多生活 然后学习各民族的 这种好的个性 你也可以认识了 很多新的生命 我有一次到印尼啊 他们在念 可能